Hello 大家好 我是Smiley 今天就是介紹我的TOP5潤唇膏 冬天沒有潤唇膏真的不行 因為唇膏很乾 尤其是我是乾性皮膚 所以沒有潤唇膏會乾到脫皮和流血 所以一定要潤唇膏 我也用過很多潤唇膏 因此知道哪有潤唇膏好一點 哪有潤唇膏沒那麼好 也做了很多考驗 今次就特地拿了5款潤唇膏 我覺得是我用過的最好的5款 就介紹給大家 希望大家喜歡 我選擇潤唇膏有3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 就是潤唇膏可以放得久一點 沒那麼快溶 因為有時候潤唇膏很喜歡溶 用到一屁屁 塗上嘴上又不舒服 之後又溶掉很噁心 所以我不喜歡會快溶 而且潤唇膏是會用2-3個月畫更長的時間 如果很快溶的話 就不能放太久 所以我選擇的唇膏一定要用得很久 沒那麼快溶 第二 潤唇膏的滋潤度一定要剛剛好 如果不夠潤的話 唇膏塗了之後也是很乾的 那我就不行 如果太潤的話 如果塗在嘴上 很容易在嘴旁邊的位置 會生粉刺 那些 那樣又會不舒服 所以剛剛好 不可以太潤 也不可以不潤 第三點就是味道 因為潤唇膏 雖然說你不會吃它 但是是塗在嘴上 你始終有味覺 你會吃到它的味道 那如果一些唇膏塗下去 味道不好吃的話 你會覺得不舒服 如果味道好吃 就當然好 好像在吃東西一樣 所以呢 我選擇唇膏一定要好吃 總結剛剛的三點 第一點就是可以放得久一點 第二點就是滋潤度要剛剛好 第三點就是味道要好 那開始介紹我的五個唇膏 第五名開始 第五名就是這個 Faslid的Petrolium Jelly 其實這個Petrolium Jelly 就不是潤唇膏來的 它是可以塗在 一些面上 手上 腳上 或者指甲也可以 那其實它是普通滋潤的 但是呢 我當它潤唇膏用的 還有強調一點 它其實應該不能吃的 所以大家塗完之後 一定要抹掉它 那究竟我是怎樣用它的呢 我呢 就可能當它是Sleeping Mask 那樣用 那一分次就 塗在很厚的一層 那樣 然後之後呢 就會睡覺 第二天呢 就擦乾淨它 因為一晚的時間 它會吸了很多唇膏 那你很乾很乾的時候呢 可以做緊急作用 去補救你的唇膏 第四名啦 第四名就是 Mazali的這個Lip Jam 薄汗 那這個呢 可能大家都很熟悉的啦 因為呢 相信大家可能小時候都有用到這個牌子 我小時候就一直都用了 雷敦唇膏 包括這個 它呢 通常就一點點 用手這樣塗 然後呢 我們去旅行一定會帶這個 因為如果你去一些地方比較乾的話呢 它塗就可以再滋潤一點的味道 第三個我介紹的唇膏就是這個 Country & Stream的Natural Honey Lips 那這個潤唇膏呢 就 我很喜歡的 那它就在日本買的啦 是 蜜糖味道的唇膏 好潤好潤的 是 我覺得 我是那個時候去日本很乾很乾的天氣呢 只有它有用的而已 那它跟一個牌子的同一條line 也有gel version 這個也是很潤的 終於是潤過這一枝 因為那時候我們去旅行 拿了今晚每個人的瓦敦唇膏呢 是沒有效 因為實在太乾了 平時去旅行那個是很有用的 但那次去旅行真的乾得很厲害 所以呢 連那個都沒有用 就買了這個 這個呢 瞬間就要用了 第二名的潤唇膏呢 就是這個 EOS Evolution of Smooth 這個圓圓圓圓圓唇膏 這個就是Sweet Mint的味道 這個呢 是前段很流行的一款唇膏 我看到同學都拿了一個 我就跟風去買了一個 其實可能很普通的 但用完之後呢 是覺得很好的 原來 它首先呢 它的尺寸不錯 然後呢 它圓圓圓圓的很有趣 它有很多味道可以選 而且都很好吃 還有一點就是 它很潤 它是 不是太潤 也都不是不潤 最完美的那種韌度 所以就排到的第二名了 最後 第一名我的第一唇膏呢 就是這個 DXC了 這個唇膏真的很好 是我用過所有唇膏最好用的 它呢 它的潤度剛剛好 而且呢 設計又漂亮 又可以放很久 所以呢 這個真的 看到人問 我都一定會推介它用的 它的好處 第一 它的設計很漂亮 很精緻 然後很幼一條 就好像一個 那些名牌唇膏一樣的樣子 然後呢 很仔細 這個版本呢 是 櫻花版本 所以它的顏色是不同的 但平日的設計都很漂亮 所以這也是其中一點 我喜歡 第二點 它真的不會溶 例如這支唇膏 我用幾個月 好像它這樣高撞的唇膏 很快溶了 但它也是保持到 即是不會溶 所以可以用很久 我覺得是挺好的 第三點 它的滋潤度是剛剛好 真的很完美 它呢 不會說油到 你就算塗多了 旁邊都會生暗瘡粉刺的程度 你如果塗很多呢 它都不會的 因為它會好好地吸收到唇膏 但它又不會 不夠滋潤到 經常都會很快乾 它剛剛好 真的剛剛好 除了介紹大家的唇膏之外 再介紹大家的護唇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 DIY的唇部磨砂 首先呢 就拿一點點 橄欖油 倒在一些碟子 或者碗子上 然後呢 再加一點糖 攪拌它們 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這個混合 塗在嘴上 然後呢 就這樣打圈磨 就可以磨走死皮 然後加速鼻液循環 對唇部都很好 除了這個之外呢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做一個面膜 我都有說過 會用這個塗一層在這裡 然後睡覺 做睡眠膜作用 其實它還有一個做法 就是可以塗一層在嘴上 然後拿一塊保鮮網 放在嘴上 黏住它 過十至十五分鐘左右 就拆一塊保鮮網 洗乾淨 這個方法 我也是一個很好的護唇方法 真的很方便 可以在家裡找到的 很容易做 很簡單 我就介紹了 不符我最喜歡的人神膏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呢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也可以繼續追蹤我頻道 可能會有更多好的方法 介紹大家 去管自己的皮膚 或者也可以看看我旅行的影片 看看我去旅行看什麼 和買什麼 這樣可能都可以幫助你 去買一些適合你用的護膚品 OK 下次再見 拜拜